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洲的桃园美食 市售的薯片虽然好吃,但都是油炸的,热量非常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无需油炸,也能酥脆掉渣的土豆脆片 香香脆脆,超级解肠 马上来看一下既健康又美味的做法 准备蒸熟或煮熟的土豆两个 重量在120克左右 去皮后切成小块放入料理机 加入少许的盐调味 接着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然后加入玉米淀粉3汤匙 最后加入清水2汤匙 在搅打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太干,可以再添加一点清水 搅打出像这样子细腻的土豆泥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烤盘,铺上烘焙纸防脏 然后利用条根或者裱花袋 把土豆泥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平铺到烘焙纸上 中间要留有空隙 然后在土豆泥上面再盖上一张烘焙纸防脏 准备一个平底的碗或者杯子 然后依次在每个土豆泥上面按压一下 这样简单快速,一个个超薄的薯片深胚就出来了 全部完成后撕掉烘焙纸就可以放进烤箱烤了 烤箱调至120度,提前预热好后放入烤盘 放至中层,调至上下火功能,烘烤40分钟左右 烤好后拿出烤盘,放至自然凉透,就会变得非常的酥脆了 做法超简单的无油薯片就大功告成了 平时想吃零嘴又怕胖的朋友们 只要学会这个做法,以后就能在家轻松的实现薯片自由了 没有油腻感,每一片都超薄超香脆 只要学会了基础做法,任何口味都不在花下 喜欢吃的朋友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 放入密封袋或者密封盒保存即可 平时作为在家追剧或者外出旅行 都是非常不错的健康零嘴 如果喜欢经验分享,记得给我点赞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老周,我们下周再见